第1391章 重游五色灵山 云州外海面积广阔 不过以连轩现在的修为神通 顿光之迅速也是外人很难想象的 百万里的距离也不过花了一日一夜而已 当太阳从海平面升起 远处一座气势辉煌的灵山 已映入了眼帘里 重游故地 雷轩也是不由地浮现出了几分怀念之意 记得上次来这里 与天师上人狭路相逢 一分波折 却更印证了自己与圆圆的情意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虽然因为混沌妖气的缘故 夫妻俩不得不暂时分离 不过 林轩相信总会相遇 如今紧急离合 距离长相思守的目标 又更近了一步 相信远远见了 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所谓尽相情窃 一想到爱惜距离这里已经不远 林轩的心也碰碰碰地跳起来 这与心急伤浮没有关系 纯粹是真情流露而已 仿佛感受到了林轩的心意 天机府里 月儿悠悠地叹了口气 说一点也不吃醋 是骗人的 不过自己又能如何 难道还能撒娇 叫闹 甚至是离开少爷们 如果换成前世的阿修罗 心爱之人 敢如此花心好色 恐怕已经拔刀相向了 能够统一阴丝 阿修罗王的性格 自然是果断狠义 她是那种情愿将腐心的人杀死 然后自己再用一生一世 来伤心怀念的女子 总之 阿修罗王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但悦而不同 小丫头的性格温顺而柔弱 虽然林轩花心 她也会伤心难过 但要她对少爷拔刀相向 却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甚至连重话都不舍得说 这是一个温柔似水的女子 情愿自己暗地里伤心难过 也永远会对林轩露出笑言的 幸好小丫头已经睡着 不然看见小姐伤心吃醋 才不会管林轩是不是 已经进阶到了离合 肯定会抓狂无比的 跟那个花心大萝卜拼来 花了三百年才进阶离合 简直笨得像猪 长得比猪还难过 能得到小姐青睐 不知道是几世修来的福源 不成皇成孔的珍惜 已是罪大恶极 居然还敢喜欢别的女子 这样的父心不幸之徒 还留在世上干什么 就应该打进十八层地狱 然后上刀山下油锅 好在这一切只是假设 小桃还在美美地沉睡着 至于等他醒来以后情况会如何 现在却不用多想的 与女子相比 男人总是较为粗心大意 雷轩并未注意到月儿心中的失落 此时此刻 她的脸上满是激动之色 距离五色灵山 只剩下了数十里远 雷轩体内法力略运转 顿光顺时变得暗淡 当然不是为了隐藏刑警 只是不想太过招摇而已 一来低调是自己的原则 二来这里是五色仙子的清修之所 太过招摇对主人 就显得有些不尊重了 俗话说 不看僧面看佛面 五色可是圆圆的异母 换句话说 也就是自己的长辈 雷轩虽然紧接到了离合 但对长辈向来都是非常尊重的 虽然收敛了气息 但林轩也没有刻意隐藏刑警 如此强大的存在降临 五色灵山那边岂会没有反应 大山深处啊 某环境清幽的峡谷 一个宫庄美妇正在打断 突然她睁开了双眸 脸上出现了心仪不定之色 但很快 子女脸上的表情就平静下来 是有离合期的老怪物来到这里 不过那气息十分熟悉 百年前曾有过一次的相遇 是林轩林小子 才区区百年而已 没想到她真的进阶到了离合期 五色眼中沈格丽丝羡慕 妖族的寿远比人类长得多 但天地间自有法则 老天也是公平的 与人类相比 妖族也更难进击 不过区区三百余岁就进阶离合 即使在人类之中 这速度也有些惊世骇俗了 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从上古时期开始算起 这样的逆天人物 也是一个手指头就能够数得来的 称之为超天才也不为过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灵根优不优异 机缘才是最重要的 这小子的运气简直好得令人嫉妒 听说百年秦营州倒一 他莫名消失了踪迹 不知道有什么奇遇 脑海中如此想着 五色仙子已从铺团上站了起来 即使数日以前 他就收到了孟如烟的飞剑传书 邀请他作为贵宾参观林轩 与月儿的入宗大典 当时五色心中半信半疑 并没有前去 如今事实就摆在眼前 五色眼中闪过了深深的羡慕 对方记忆间接离合 那与自己就是同等级的存在了 何况那林小子所修的神通 着实逆颠到极处 那么就实力来说 他十有八九还比自己胜上一筹 修心界强者为尊 数日又远远在这里 他不可能对自己不敬 但于情于礼 自己都应该亲自出营的 脑海中间都转过 五色心子 滴滴滴滴的一转 化为了一道惊鸿 飞出了洞幅 而这时候 林轩距离灵山 一直剩下了十余离远 山上的一草一木 都看得是清清楚楚 紧接离合以后 不仅神之暴增了许多 眼力听力 同样远非一千可比 毕竟每次荆棘啊 增长得不仅是法力 对于肉体 同样有一惊喜随的效果 果然 而林轩神色一动 顿光一脸 萨然在原地停了下来 从远处的天空啊 萨然飘了一阵鲜月 最后香气扑鼻 天空中竟然飘散开了 五颜六色的花瓣鱼 一顿美貌的侍女 亭亭欲裂的 出现在了侍心里 分左右两列 每列共是二人 约十七八岁年纪 眉清目休 以及每一个人的手里 都提着一盏宫灯 当然并不是人类女子 她们的身上呢 或多或少的 都散发着些许的妖气 一般情况下 妖族只有修炼到四级 迈入化形期 才能退去妖体 化为人形 但凡事皆有例外 妖族种类繁多 有一些妖族十分弱小 没有什么修炼天赋 但却不用到四级 就能开启灵智 化身成人形了 这些妖族 很难在修仙界立足 一般情况下 都依附于某强大的势力 林轩目光在这对 妖族侍女身上扫过 并没有多做停留 越过她们以后 一朵五色祥云 硬入了野林中 第三百九十二章 闭关的秘密 在那祥云之上 站着一位身穿 华丽宫装的女子 大约三十七八岁年纪 虽已不是很年轻了 但气度却雍容已极 不用说 正是五色仙子 雷轩目光在死女身上扫过 眼中隐隐闪过一丝雅色 区区百年未见 她居然已进阶到了离合中期 不过 略思索 雷轩也就为之释然了 上次的时候 五色就已经是离合初级顶峰 并非不想突破 只是没有合适的丹药 用来克制心魔 而自己送予她的三件聘礼 便包含了魅惑天玄丹这样的逆天之物 刚好可以驱除心魔 有了慈宝辅助 五色晋级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恭喜仙子 百年未遇 仙子不仅风采更胜往昔 而且修为也越发精深无比 既前接雷和中期了 小必非生灵界 也是大有可能的 雷轩抱拳行了一礼 最上说出恭伟的言语 雷道友太客气了 五色能够晋级 还多亏道友赠予的单时之力 何况五色虽然晋级到了中期 但如何能与道友区区百年 就突破离合的瓶颈可比啊 与上次不同 这回五色仙子显得非常客气 丝毫不宜长辈自居 毕竟修仙界看得是实力 雷轩这么年轻就进阶离合 飞升灵界也是大有可能的 宾主尽欢 双方又寒暄了几句 然后一起向五色灵山飞去 在大殿内入座以后 自有侍女送上了酒水瓜果 五色拍了拍手 又有一对女修上来 拼拼起舞 这待客之理算是非常周到的 然而 灵血脸上却闪磕了一丝奇怪之色 明知道自己来了 远远却怎么踪迹之无呢 心中略有些忐忑 不过 临旋经历的风雨这么多 气肯定是沉得住 脸上丝毫异色也无 五色频频劝酒 临旋也酒到杯干 两人还交流了一下修炼心得 临旋修炼的凤舞九天诀 本就是拟妖之术 而孔雀乃凤凰远亲 两人所学 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这番交流 五色并无藏私之处 林轩受益良多 修仙之路 得人之灵 本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林轩的脸上露出了诚恳的笑容 哈哈 多谢仙子指点之得 林轩会铭记得 林导友太客气了 你我交流修炼心得 坦诚本就是最重要的 何况若非道友赠予 魅惑提云丹相助 五色能否晋级上师良说 我这么做 不过是稍稍地 投桃报李罢了 五色仙子微笑着说 哈哈哈哈 林轩笑了笑 端起身前的果酒喝了口 林某还有一事 想要请教仙子 道友可是想问爷爷吗 五色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不错 爷爷如今正在后山静修 爷爷在后山 那他怎么不来见我呢 林轩是真的有些意外的 原本以为爱妻外出游历 或者正闭关突破瓶颈 没想到都不是 只是普通的静修而已 那随时都可以打断 他为何不来见自己呢 这 五色叹了口气 唉 几句话 切身也很难讲清楚 倒要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难道远远出了什么问题吗 可看五色的表情 又不太像的样子 林轩心中疑惑 声音不由的 也低着下来 好 有了心思带路 切身就不去了 倒要自己前往即可 沿途的禁止 我都已经关闭了 五色说到这里 就抛一扶 灵光闪过 一个玉童锦 就来到了林轩的身前 远远洞斧的路径 我已经刻在里面 林轩脸上闪过了一丝 阴厉之色 一将神识注入玉童 很快就抬起头来 从五色金子搬了抱拳 化为一道惊鸿 飞出大地 哎 爷爷那苦命的丫头 五色金子叹了口气 脸上闪过了几分 心疼之色 再说另一边 林轩 风驰电掣地出了大殿 正要飞往远远的洞府 白光闪烁 月儿却已经从天机府里出来 脸上现在呢 有几分愁愁 一副欲言又止的人色 月儿 怎么了 林轩眉头微重 有点意外地开口 少爷 你和圆圆有话要说 小碧还是不去了 啊 林轩一呆 脸上也不由地 闪过了几分羞愧之色 平心来说 自己是有些太花心了 可事已至此 又能如何呢 月儿 对不起 小碧并没有怪少爷的意思 只是你和圆圆姐百年未见了 总有些提起的话要说 小碧还是在这里等好一些 月儿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不过从她的眼底深处 林轩还是看到了几分失落 林轩叹了口气 月儿 对不起 然后轻轻地将小丫头扒了抱 才向后山飞去 五色灵山虽勾搭威鹅 也眠数十里 得林轩的顿数 还是很快地 就来到了爱奇的洞府 这是一座清幽的山谷 外面笼罩着淡淡的薄雾 林轩顿光刚刚落下 薄雾一阵翻涌 随后被有动听的女声渺渺 父亲 父亲你来了 但请回吧 围棋现在是不会见你的 为何 林轩有点诧异地开口 莫非出了什么事情吗 不 缘缘很好 我只是发下红怨 在飞升灵界以前 不会与夫君见面 啊 林轩目瞪口呆 不知道爱奇为何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包括 却没有开口 因为她知道 原院肯定会向自己解释原由的 夫君 你不要误会 言语这么做 是为了我们能够早一点 长相厮守 你也清楚 因为混沌妖际的缘故 我们不得不再是分离 直到有一方 紧接到洞玄骑 夫君人中之龙 原院果然没有看错 你这么快就紧接到了丽河 接下来 也一定可以顺利飞升到灵界去的 可切身 却拖后腿了 傻丫头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不是说 只要有一方紧接到洞玄季口吗 你就算修炼稍微慢上一点 也没有关系的 林轩叹了口气 她又如何不知道爱奇艺的脾气 向来都是骄傲一极 夫君你误会远远了 我虽然好强 但又怎么可能妒忌自己的丈夫 夫君修炼迅速 却真是打心眼里高兴的 只是 只是什么 雷神听得心急善火 这丫头有事就明说 天塌下来也有自己撑着 这样吞吞吐吐 快将人给挤死了 第1393章 凤凰雪脉 雷神心急 偏偏云中却没有了声息 良久 才又听到了一声悠悠的叹息 唉 夫君 人门人妖 虽然疏途 但荆棘离合以后 对天地法则的掌握 足以将混沌妖际的掣肘解除 不错 你原先是这么说的 林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奇异之色 怎么 难道事情有变吗 夫君果然聪明 一猜就中 东府中 迎遇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不久前 围妻发现了一个秘密 如果患在平时 这是天大之喜 可我夫妻若是长相厮守 这反而变成了掣肘 哦 雷先一手扶额 声音低沉地开口了 你说说 天还没有他 凡是有我 再大的难题 总也有解决之道的 三百年风风雨雨 让林轩 浴室早已变得是沉着无比 延远的眼中 闪格丽丝欣赏之色 男子汉应当如此 如此浴室就惊慌失措 要启佩当自己的丈夫 夫君也清楚 妾身乃天地灵行 原本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孔雀之体 可不久前机缘巧合 才发现自己的身世 远远悠悠的声音传入耳朵 身世 林轩一呆 不由得 难难地重复起来 不错 原来妾身以为自己是孔雀之体 只不过血脉中 还有些微的凤凰之力 原来都全部搞反了 反了 难道说 林轩听到此处 不由得不忍变色 是的 妾身曾对夫君说过 原本无父无母 乃至由一孔雀蛋 孔化而成的 那知道错了 原来我身上具有的凤凰血脉 要比想象的浓得多 几乎达到了一半的程度 你是说你的父亲或母亲 有可能是上界的神鸟凤凰 可 林轩说到这儿 略迟疑 可我记得那次在幽州与你相遇 你被几名援影机修饰追杀 为了战胜枪敌 曾借助孔雀大明王之力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说过 我的血脉之中 有一半是传承了凤凰之力 那另一半传承的 当然是凤凰了 圆圆的声音透过浓雾 飘飘渺渺地传入耳朵 哦 我懂了 可这不是好事吗 雷神有点不解地说 孔雀不过是天地灵尽而已 凤凰的血脉则要高贵许多 即使放到灵界之中 真龙彩凤 也是令人畏惧的存在啊 话是没错 可正因为血脉比以前高贵了许多 这混沌妖系的撤手 也越发令人畏惧 以前我们夫妻 有一个踏入洞悬 长相厮守就可以 那现在如何 难道要更高的层次吗 林玄听到此处 也不由得大感头痛 虽说好事多磨 可这样下去 也未免太天意弄人了吧 修仙可是步步惊急 想要动玄都不知道 要等到猴人马月 如果要更高的层次 刺激语远远岂不是 不 夫君会错意了 并不是要求更高层次的 只是以前夫妻之中 有一人达到洞悬即可 现在必须双双迈入这个层次 才不受混沌妖极的撤手 两人都必须达到洞悬嘛 铃身一呆 脸色有机阴沉下来 嗯 东府中远远点点头 脸上展过了一丝羞愧之色 其实这也没什么 两人幸福 本来就需要两人共同努力的 可夫君修炼迅速 如今已进阶离合 远远有一母辅助 却反而不争气拖后腿了 傻丫头 你怎么这样说话 本来就是的 恐却有些倔强的杨良真手 夫君人中之龙 血身相信有朝一日 你一定能成为洞悬修士 却身 却身 也想早日与夫君百年和好 所以我也要努力了 华氏没错 你为何不见我 林轩的脸色难看得说 义母没有对夫君讲嘛 远远不想拖后腿 一发下红月 碧库禅 不进阶离合绝不出关 什么 避苦禅 雷轩一呆 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苦禅乃是生死观的一种 而且是最辛苦 最危险的一种 乃是自己在自己的心中 种下心魔 然后发下红月 要达到某个境界 这个过程中啊 因为有心魔存在 修炼会非常的危险 他有利就有弊 对修士来说 也是一种刺激 修炼进击就会更加容易 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 制止死地而后生的修炼方法 因为太过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很少有修士愿意采用 炼炼这丫头 雷轩又是担心呐 又是心急 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什么好的言语 夫君 你不用为妾身担心什么 苦禅固然危险 但妾身也不是一切用事 我心中有数 炼炼的声音揣住耳段 原来如此呀 林轩点点头 他终于知道炼炼为何不肯与自己见面了 俗话说 小别胜新婚 何况 夫妻俩一别就是百年 再次见面 情绪肯定激动一击 那样走火入魔的可能性 会大大增加的 虽然很想念爱妻 但她的安全是第一位 林轩先入了沉默 包括 她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 很快眼中迷茫就消失了 却而代之的是坚定之色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连世俗之人都这么说 更何况自己与爱妻还是修仙者 手缘漫长一击 只要好好修炼 还怕未来不能长相厮守吗 苦禅虽然危险 但林轩相信孔却不是冲动的人物 他既然敢这么做 那肯定多少是有些把握的 自己所爱的女子之中 远远是最坚强的一个 敢爱 敢恨 最不用自己操心的 也就是他了 当然 话虽如此 却并不代表林轩 就会对孔雀现在的近况 不管不顾 远远 你将洞府之门打开 夫君见谅 其实现在真不能见你的 我知道 你既然做了这样的抉择 为父又怎么可能不支持呢 我们不用见面的 不过有一些东西啊 为父要给你 对你日后的修行 会大有帮助的 林轩如此这般的说 哦 夫君请稍等 远远说话 双手抬起 几道法爵 向身前打了出去 轰隆隆的声音 传入耳朵 那东府之门打开了 云雾一阵飞涌之后 也显出了一条通路 第1394章 大方慷慨的林轩 林轩略迟疑 迈步走了过去 但最终并没有进入洞府里 远远发下红远 正避苦缠 林轩可不想让爱惜陷入危险 伸手在腰间一拍 一道光霞飞雷而出 略盘旋 化为点点星光闪开 几件宝物 出现在了眼前 其中玉瓶最为显眼 拔开冰塞 芳香满意 浅人心脾的味道 传入彼端里 远远 为夫帮不到你太多 但这三种丹药对你 应该有大用处的 魅惑天旋丹暂且不说 它的作用你也清楚 可以屏蔽心魔 参口禅食 若真遇见危险 就服下好了 父亲还有魅惑天旋丹吗 爷爷脸上满是惊恶 不错 最后一例 希望可以帮到你 丹药说完以后 屈指微谈 白光一闪 玉瓶已飞入到了洞府里面 中品丹 孔雀脸上露出了大喜之色 此丹百年前 丹药曾经就赠给他一例过 不过 这种逆天之物 自然不会嫌多 毕竟妖族修仙 比人类更容易遇见心魔 多谢夫君 那些身就不交情 不知另外两个玉瓶 装的又是什么灵物 圆圆满脸欣喜地开口了 她虽然是 骄傲不肯接受恩惠的女子 但临身却又不同了 与自己丈夫 哪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紫月丹 也应其羞耻地滋补圣品 能够快速冲到顶峰之境 从颜应后期 修炼到大圆满 能够比服饰别的丹药 节省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对于妖族 也有同样的效果 有了此物 也许你修行 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 雷神脸上满是微笑之色 温柔体贴开口了 父亲你哪来的这些宝物 圆圆的脸上满是惊恶 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 微夫运气不错 对于爱琪 自然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于是雷神将在聚灵空间中的经历 说了一遍 原来如此 怪不得夫君你能这么快就进阶离合 也是老天的照顾 微夫在聚灵空间中得到了不少宝物 紫苑丹还不算什么 我给你的另一种白草丹才是真正的逆天之物呀 圆圆歇顶峰的羞始痴了 三分之一的机会心结离合 雷神缓缓地开口了 什么 三分之一 圆圆瞪大了美目 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方眼天云十二周 离合期存在也屈指可数 三分之一 进阶的机会 那简直 逆天都不足以形容了 只能说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不过 惊恶归惊恶 远远自然相信自己的丈夫 雷神是不会欺骗自己的 白草丹的原料珍贵以及 好几种都需要十万年以上的东西呢 除了麒麟空间无人涉足 其他地方有这样的灵物 也早被人给摘走了 此单对于妖族的效果 虽然要略打一些折扣 但也非同小可 以圆圆你的天资 我相信 一定可以进阶成功的 嗯 圆圆寒情默默 没有再多说 夫君对自己的好都心里记得 然而 雷神要送她的东西 还远不止于此 对陆盈儿几个丫头师女 雷神出手都大方一急 更不要说是自己的爱妻了 屈指微谈 又一件宝物飞入洞府里 是一个三尺来长的钢鞭 通体紫色 隐隐有符文在上面流转着 此物得自九头老祖 本来就是和妖族使用的宝物 于是林轩将其赠予圆 这次丁边的威力非同小可 我知道圆圆你有自己 称手的宝物 不过多几件防身总是好的 谢谢夫君了 夫妻不为一体 你又何必讲这些 我还有最后一件宝物 要送于你 林轩的脸色温柔已极 还有 虽然至少离多 但孔雀也知道林轩的身家 非同小可 但凡事总有个限度 林轩这样大手笔地 送她的礼物 还是让此女感到 有些不可思议了 当然 虽有惊愕 其实欢喜却更多 毕竟身家在丰厚 财货也不过是随便捡来的 为了得到这些个宝物 丈夫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 她却如此大方地赠予自己 只能证明林轩对自己的爱 深厚一极 不错 孔雀是很独立 很坚强的女子 但此时 百炼钢也化为了绕纸柔 芳心甜丝丝的 总算不枉自己 为她吃那么多苦 父亲还要送妾身什么 灵丹法宝我都不去 父亲还是自己留着好了 不 这最后一件礼物 对你倒有用处 无论如何 圆圆 你一定要收下 哦 父亲说得如此郑重 切身还真的有些好奇 那就请你解开谜底 炎月脸上流露出了几分笑意 林轩身手一拍 又一件宝物飞掠出来 越有拳头大小 飞金飞玉 明明灰茫茫的 却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 华丽感觉 里面更蕴含着 让人难以置信的妖力 这 孔雀脸上的笑意消失了 却而代之的是郑重之色 这宝物非同小可 而且自己似乎曾经听说过 偏偏一时片刻 却又想不起来 夫君这 哦 圆圆 你没有认出来吗 妖言舍利 难道不曾听说吗 林轩一饿 有点诧异地开口了 什么 这就是妖言舍利 圆圆大惊失色 妖言舍利 她当然有层耳闻的 乃是妖族十大宝物之一 有了她 就等于随时 将一个上品的灵脉 带在身边 可以随时随地提升修为 不论对于修妖者 还是妖族都大有好处 夫君 你是说 要将此宝送给我 嗯 林轩点点头 不行 这太贵重了 虽说两人是双修道旅 按理说不应该客气 可妖言舍利 实在太过珍贵了一些 远远不是不识好歹的女子 这东西对夫君来说 一样大有用途 你不用管我 为父心中有数 林轩镇定万分地开口 她说这话 可并不仅仅是宽慰爱惜 妖言舍利的作用 虽然非同小可 但自己体内 还有一个真正逆天的宝物 蓝色星海 可以将任何的费单提纯出来 换句话说 自己根本不用担心 没有灵药吞服 那妖脉也好 灵脉也罢 品质如何 对自己修行的影响 其实也就并不大 而远远的血脉 虽 尊贵无比 可要迈入 洞玄依旧步步荆棘 能帮她 就多帮她一些 所以 林轩赠予了爱妻 妖言舍利 好说歹说 远远终于收下来 林轩心中 虽然不舍 但暂时的分离 是为了以后的相聚 拿得起 放得下 才是大丈夫 林轩可不是婆婆妈妈的人物 何况在这里 待久了 对远远的苦禅没有好处 所以两人又说了几句 提起的话以后 林轩就化为一道惊鸿 告辞了 望着夫君的背影消失 远远叹了口气 但眼中的哀怨 很快被坚定所代替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苦修才是最重要的 欲守飞舞 洞府四周的云雾 又将整个山谷遮蔽起来 方圆树里 重新归于静谜 为了自己与丈夫的未来 孔雀要好好努力 另外一边 林轩也差不多 揉了揉鼻子 将伤感的心情收拾起 很快呀 一个亮丽的身影 映入了眼帘里 脸上隐隐带着几分忧怨之色 看着就让人心痛 不过感应到林轩归来以后 小丫头的脸上又重新恢复了笑容 吃醋不是月儿的性格 只要永远陪在少爷身边就好了 见到孔雀姐姐了 嗯 林轩点点头 具体详情月儿也没有多问什么 少爷 现在你有何打算呢 爷爷要静修 我们自然是去向五色仙子告辞了 半个时辰以后 一岛惊鸿离开五色灵山 飞往了云州内陆 不用说 自然是林轩与月儿主仆 五色倒是留他在这里小住 林轩婉言谢绝了 夫妻俩虽近在咫尺 却不能相见 留在五色灵山 只会涂着伤感 何况林轩也很担心败宣阁 虽然如烟仙子答应赵府 也派出了弟子前往联络 但云州卧虎藏龙 不见到陆盈儿他们几个 林轩心中总感到有些不安的 于是这一次他丝毫不耽搁 直接飞往了云州深处 此时此刻 距离外海千万里之外 天州磨玉山脉 群山深处 某阴森 晦暗的洞府 师父 你是说有办法让我在短期内紧接离合吗 天小剑的声音传入耳朵 包括奇怪的是 里面不仅没有分好喜色 隐隐的 反而带着几分借据之色 修仙者大多自私自利 即使是正常的师徒 偶尔也免不了相互算计 更不要说天小剑与风凉两个类 名为师徒 其实不过是相互利用罢类 这百年来 两人互生心机 表面上一副 诗词图笑的样子 即使一直都在互相算计着 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风凉抛出这个诱惑 天知道是不是设好了套子 然后等自己钻呢 当然表面上天小剑却丝毫一色不露 那老怪物虽然被上古禁止困住 但要自己小面儿 依旧是一如反掌的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天小剑的聪明程度 比连人相比也不成多让 自然不会吃眼前亏了 不错 本尊确实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 进阶离合 只不过 要稍微吃一些苦头的 风凉云淡风轻的开口了 第一千三百九十五章 太意外了 吃一点苦头 天小剑听了 泪上不动声色 但心中却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这老怪物 当本少爷是白痴嘛 说吃一点苦头 就能进阶离合 天底下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别说吃苦 短期内如果能够将境界突破 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 他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很显然 这是不现实的 不知道对方究竟在耍什么鬼把戏 天小剑警惕之心大骑 但表面上却装出了一副热切的表情 师父请说 托儿在认真听着 有什么样的方法 能让我在短期内紧急离合呢 魔器官体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呀 魔器官体 天小剑的表情阴霾下去 他本来就是修魔者 这魔器官体大法 又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呢 简单的讲 与世俗武林的传工大法 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的 但却要 今生复杂得多 据说是远古之时 尚未见面的古魔传下来的 通过魔器官体 能够让修士一经洗髓 短期内修为突飞猛进的秘术 当然了 凡事利弊结合 魔器官体虽然很容易境界突破 但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且不说官体时需要承受的痛苦 最令人心计的是 一不小心呢 就会暴体而亡了 所以没有绝对的把握 是很少有人敢施展这种传说中的秘术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呀 境界突破 虽然可以令寿元暴涨 但失败了却会暴体而亡 许致这种秘术相当于拔苗助长 九成以上的都没有好下场 脑海中念头转过 田小剑的脸色自然好看不到哪儿去了 风凉 虽然性格古怪一击 但心机也是很深的 见了田小剑 有些发白的脸色 当然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 嘴角边闪过了一丝积讽 哼 怎么 害怕了 师尊 不是弟子丹小 只是这魔际贯体之术 成功几率太低 哼 话是没错 不过本尊敢这么做 肯定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你可是我唯一的徒儿 难道我舍得害你去死吗 风凉 说到这里 声音转为尖利 里面充满了关切之意 仿佛他真的是一位好老师 田小剑脸上不动声色 心中却是半点也不信的 这老怪物 根本就是疯子 最喜欢干那死人不理己的事情了 你放心 本尊想要从这里脱困而出 还需要你去修罗之门 取建宝物 如果你死了 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风凉也不生气 只是声音 又莫名地变得粗豪已急 田小剑听了 眉头一条 这番话虽然功利 但还是令人信服一些的 老怪物想要离开此处 确实需要自己的帮助 所以他不管怎么算计 于情于礼 确实不太可能害自己的 八百年前 风凉就是离合中期的修心者 神通甚至比望亭楼都胜上一筹 这样的人物 也许真懂得什么了不起的秘书 能够保证棍体成功 一想到脉入离合的好处 田小剑不由的心中发热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师尊 您真的有把握 哼 你小子就是多疑 说现实一点 你和我且不管心中在想什么 就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我想从这里出去 又如何会害你 修罗之门开启的时间推迟 所以我才调整了你进击的速度 没想到你不识好歹反而怪我 你知不知道 用摸击棍体的方法进击离合 你的境界可以稳固 不会像我上次所说 突破仅是暂时的 风凉没好气地开口了 声音却像女子撒娇差不多 师父 您说的真的 田小剑听了 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你是说我以后境界不会再跳落 跟正常禁忌的离合是一样的 不错 风凉点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丝傲然的把握 你也不用担心成功几率什么的 魔际冠体危险重重 一般情况下确实活少死多 但本尊却有八成的把握 八成 不错 百分之百我当然不敢说 毕竟凡事都没有绝对的 但八成已经很不错了 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胆量尝试一番了 对方的语气成可以极 不像撒谎 而且他要离开此处 确实还要用到自己的 总之一听小禁的聪明睿智 也没有看出对方这番话有什么不妥 但不知为何呀 他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 哼 想要境界离合 这又不想冒风险 世界上哪有真的好吃呀 老夫严禁于此 你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做吧 风凉眼中闪过了一丝绿色 似乎要发火 但不知为什么又强行忍住了 整个洞府重新沉寂了下去 只剩下天小禁 静静设立在洞府一侧 皱眉思索着 再说另一边 零行离开五色灵山以后 一路也不耽搁 风时电车 向云州飞去了 光阴四溅 加上被困在聚邻空间 雷轩离开云州 已整整过去了百年 虽然说不上沧海桑田 但用物是人非来形容 却没有什么错 也不知道如今的拜轩阁 究竟怎么样的 当初来云州外海 雷轩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他进阶离合 顿光的速度自然越发的令人惊慕 虽然没有全力赶路 但仅仅十余天 就来到了云州深处了 算是路程 距离拜轩阁 已不是太远 只剩下了百万里左右 以自己的顿速 也就一夜的功夫 究竟要不要连夜赶路呢 雷轩有些愁愁 突然梅梢一动 一阵灵力波动 出现在了石海中 前方有人打斗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想要在修仙界快乐地生存下去 就一定不要多管闲事 一直以来 雷轩也是这么做的 但如今不同了 他已进阶到了离合 作为人界最顶尖的修仙者 放眼天云十二周 能够威胁到他的存在 也屈指可数 作为一高人胆大 何况赶了这么久的路 多少也有些无聊 有人打斗 看看也不错呀 心中如此想着 雷轩施展领气之术 谁情也变得若有若无 化为一道灰蒙王的惊鸿 飞向了灵气波动之处 白玉里的距离 瞬息就到了 那里是一片沼泽 而在天空之中 灵芒闪烁 居然是一名女子 与三名浑身冒着邪气的羞使 在那里打得热闹至极 四人都不过宁丹气 而那名女子看上去 更只有暗示出头年纪 容貌清秀 明明说不上是什么角色美女 可偏偏浑身上下 却散发出了一股 令人心动的气息 天生魅骨 令人不由得大感惊愕 此女她居然见过 可按理说 对方绝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自己与红灵芯子争斗 却意外地被吸到了空间裂缝之中 原本以为死定了 那之道却来到了传说中的 妖族圣地 后来在玄凤门的总舵 令人遇见了这名叫做 叶平儿的少女 还从她手中 买了一本 修妖功法概括 此女仅仅是赛修 非常的落魄 但后来几元巧合 令人才知道 这叶平儿的来历 非同小可 她本是叶家大小姐 只不过家道中落 而叶家的祖先白鹤上人 可是当年的五大修妖者之一 与寻奉仙子齐名的 当然 这些往事临时不在乎 毕竟她自己也进阶到了离合 让她惊愕的是啊 叶平儿绝不应该出现在此处 虽然她传承了百合上人的神童 能够将五大修妖者留下的传颂阵启动 但此女区区一个宁丹旗修使 绝不可能得到极品金石的呀 这一点没有丝毫可疑之处 那她出现在这里就逐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了 除了疑惑 还是疑惑 不过随后林轩就哑然失笑起来 此女既然就在此处 拉着她问问不就行了 毕竟林轩虽然离开了邀灵岛 但上面有一些人和物 还是让自己牵挂着的 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三围小雪狐 也不知道那小东西怎么样了 香儿虽然出生不久就学会了离家出走 但标准的淘气丫头 但可爱却不用说 与月儿也是十分投缘的 而她的姿势 更是堪与灵界妖王相比 虽然不及月儿的前世 但与如今的月儿相比 肯定还要更胜一些 妖族修行比人类慢 不过人家香儿可是超天才 一百多年过去 不知道她修炼到了什么境界了 三阶还是已经到了化形期 林轩心中如此想着 嘴角边也不由地流露出了几分温暖之色 还是真有些想念 三眉小雪狐了 还有那位雪狐族的大公主 在极品妖脉空间 雷神与袁柯也曾经一击欲敌 与家楼古墨一战 此女展现出的非凡实力 雪狐王陨落 她如今应该是冰原群妖之主 不知道有没有进阶到化形后期了 还有红灵仙子 王氏如烟 这些故人的面容 一一在脑海中闪现 啊 惊呼声传入耳段 林轩盲转过头 只见叶平儿捂住左手 手腕上血流如注 区区一百多年 就成为了宁丹妻修仙者 此女的天分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了 当然肯定也有别的机缘的 否则修炼不可能如此迅速 但不管如何 此女毕竟只有顾家寡人一个呀 而且仅仅是宁丹初期的修仙者 她的对手则有三人之多 当然 也是初期 但一寡敌众 叶平儿虽使劲浑身解数 还是打不过对手的 第1396章 再遇叶平儿 姑娘 明知道逃不了 你又何必一定要玩亢呢 躺避挡车没有好处 你如果愿意束手救父 我等绝不会为难姑娘的 有些沙哑的声音传入耳朵 然而语气却充满了诚恳之色 说话的是一名身穿黑衣的修仙者 长着四方连孔 可浑身却有邪气冒出 哼 束手救父 你当本仙子是白痴吗 我与你等无怨无仇 你们为何要袭击我 叶平儿已经不是百年前 刚刚出道的散修 百年风雨魔力 让他已懂得了区分人心险恶 这三个厚颜无耻的家伙 无非是想劫财劫色 束手救父 那等于是送羊入虎口 叶平儿又不是傻瓜 怎么会做那样的蠢事来呢 三位也是宁丹奇修仙者 何苦要做那萧小之事呢 婆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们无冤无仇 三位不要欺人太神了 叶平儿冷冷地开口 他一边说 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张 火红色的符绿 把伤口树一拍 流血顿时减缓 不过心中却隐隐感觉 有些不妥了 对方为何要放任自己 过伤呢 难道他们真的是 良心发现准备收手 这个念头尚未转过 却感觉一阵 麻痒从伤口处传来 非常难过 叶平儿大惊失色呀 忙将俘虏揭开 只见伤口处 已经发青了起来 有毒 此女又惊又怒 她眼底深处隐隐的 已经带上了几分惶恐 伤伤加毒 对手又人数众多 难道自己 真要在此隐落吗 毕竟自己的情况 自己清楚 天生媚骨 如果落在对方手中 肯定会被当作顶炉的 与其生不如死 叶平儿情愿自暴算了 死得轰轰烈烈 也不觉犹如叶家的门风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叶平儿天生媚骨 然而性子却是非常刚烈的 眼中闪过了坚定之色 然而就在这时 旁边却有清冷的声音 传入耳朵 哼 杀人夺宝伯色稀奇 不过三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弱女子 可就无耻之极了 话音未落 四个人的表情都狂变了 只不过反应各不相同 叶平儿是又惊又喜 虽然不知道来人身份如何 但显然对自己没有敌意 何况如今情况已经不妙一极 再差又能差到哪里 而那三名邪羞 则无不大惊失色 眼看买卖就要成了 却有人来横插一手 谁 是谁在那里胡说八道 难道没有听说过我们 蒙山三雄的威名吗 实际的就少管闲事 说话的是一个身材矮胖的修仙者 难道阁下想要英勇就美吗 那也要先看一下自己的实力如何 墙出头可是要将小命丢掉的 对待敌人 我们三兄弟从不留守 阁下难道想被抽魂炼破 哎呀 话音未落 那身材矮胖的修仙者 就把一个耳光抽飞掉了 紧接着又是噼里啪啦的声音 传入耳朵 瞬息间 这家伙就被打成了猪头 哼 见我抽魂炼破 已经好多年没有敢对林某这么说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 离合后期的修仙者 在本少爷眼中也不过楼一罢了 不知天高地厚 冷冷的声音传入耳朵 最后一阵可怕的灵压从天而落 那感觉无法形容 叶平二人没有什么 毕竟林玄对此女颇为照顾 而其他那三名邪羞 就要面对她的怒火了 扑通扑通啊 三人直接从天空中坠落 掉进了沼泽 当然 宁丹七修士是不可能如此被淹死的 但当三人爬出沼泽 已经吃了一肚子的烂泥 行貌更是狼狈到极处 不过此时此刻 他们哪里还管得了许多呀 满邻恐惧地望向了丁空中的修仙者 对方给他们的感觉只有一个 强大 强大到深不可测 光是那灵压 仿佛就能够让他们化为极粉了 普通的鱼银七修仙者 绝不可能带来这么可怕的感觉 莫非 莫非对方是传说中的大修士吗 宁吉至此 所谓的猛山三雄已经无血色 如筛康一般的不停地发抖 前辈饶命 前辈饶命 老大根本不管沼泽里面充满恶臭 普通一声 跪下就不停地磕头 老二老三一呆 也连忙跪了下来 磕头主捣算 楼以上且偷生 更何况是人呢 与凡人相比 修仙者其实还要更怕死一些 他们三人不仅磕头 还噼里啪啦地 狂扇起自己的耳光来 不较片刻 就双颊红肿 彻底变成了猪头 再加上满身的悉泥 看上去着实可怜一击 然而林仙依旧神情冷漠 俗话说 恶人有恶报 对待坏蛋不需要同情的 别看猛山三雄此刻狼狈一击 天知道他们平时里 多么伤天害理 这不过是报应而已 你们不用表演了 实相的就自爆魂魄 还可以少受一些哭出 林仙冷冷的声音传入耳朵 前辈 那爱庞修仙抬起头 可触到林仙的眼神 求饶的话 却自己吞进肚子里了 对方神情冷漠 绝对是心狠手辣的人物 难道自己真要运落吗 他不甘心 眼中一抹绿色闪过 二话不说地伸出手来 在腰间一拍 一张俘虏 悬浮在了面前 无风自然 随后被他贴在胸口表面 金光大作 此人竟化为一缕 金芒击射向远处 其速度之快 丝毫不比原鹰老怪逊色 然而林仙嘴角 却浮现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哼 金顿福 倒要以为这样就能逃走吗 你不愿意自裁 那林某只好送你一程了 林仙嘴上说着 手上却没有分好动作 然而接下来 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只见远处空间波动一起 一柄 张许长的光刀 凭空出现在了视线里 略于闪烁 便割下了此人的头颅 不用说呀 这攻击是天地远迹凝成的 而另两名邪羞莫当口呆 原本他们已取出了准备 逃顿的俘虏来 可看了同伴的下场 却僵在了原地 逃跑是找死呀 千辈 两人还想求饶 林轩呢 也懒得与他们啰嗦下去 眉头一条 灵压狂涨 两名邪羞抵挡不住 仅仅是微压 就让他们暴成了血雾 这 不远处 叶平儿看得是目瞪口呆 清秀的俏脸同样有些发白了 打了这么久 他当然知道这三名邪羞神通不弱 可眼心之人举手投足 不 正确地说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动过 就将他们全部灭杀掉了 正如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宁丹旗不过蝼蚁 此人究竟是什么等级的修仙者呢 居然有如此逆天的法术 对于太过强大的事物 人们总是心存畏惧的 然而 雷神化解了自己的危机 但此刻叶平儿心中却忐忑一击啊 面对那三名邪羞 他还可以选择自爆 可眼前之人若是不怀好意 恐怕生死都由不得自己了 脑海中念他转过 包括表面上 叶平儿却不敢流露出分毫不敬之责 只见那神秘的修仕啊 飞了过来 他忙连任一礼 深深地拜了下去 晚辈给前辈尽礼 多谢您救命之恩 小女子一定谨记住 雷神经历的事情那么多 眼光自然是一等一的 抬眼扫光 如何看不出此女表面虽然恭敬一极 内心却忐忑无比 不过与百年前相比 不论风姿 气度 都成熟了许多 叶姑娘不必害怕 没想到再次相逢 倒有已凝结 金丹成功了 莫非上次一别 你丝毫也不记得林某吗 林神笑了笑 和颜悦色的开口 她倒不相信对方 会将救命恩人忘了 毕竟在邀灵岛之时 林神也曾出手救过此女一次 百年虽场 但修仙者练了五星法术 绝大部分也都有过目不忘之能 何况叶平儿 虽然天生魅蛊 但怎么看 也不像万恩负义之徒 前辈认得我 听林神这么说 叶平儿除了惊恶 还是惊恶 门脸哑然地抬起头颅 大着胆子向她看去了 果然有些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但一时片刻呀 却又想不起来 其实这也不能怪叶平儿的 修仙者记忆力再好 百年也绝不算断的 何况林轩长得又实在普通 属于丢进人堆就记不起的那种 加上她此刻心中忐忑 一时想不起 一时情有可原的 姑娘莫非忘了 在邀领导寻风门总舵 林轩话音未落呀 叶平儿脑海中灵光闪过 灑然地想了起来 林前辈是你 当初自己被昆南老祖 坐下的恶头所逼 就是这位前辈救了自己 而且分别之前 他还赠予了自己丹药 否则自己根本就不会那么快 就记得 想到这里 叶平儿心中忐忑之意进去 取而代之的是 亲近与惭愧之意 恩公早年就救了自己 这回重逢又再次相助 自己却认不出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前辈 对不起 平儿不是有意 话音未落 此女却丝毫没有征兆地发起斗雷 而她的脸上 更是多出了一团黑气 林轩眉头一皱 不用说 是此女刚刚所受的毒伤发作 林轩当然不可能不滚不过来 就抛一扶 一个玉瓶飞掠而出 扒开平丝 倒出了一粒 新红色的药丸 拒指一抬啊 此丹被一层灵光拖着 来到了叶平儿的面前 此丹虽然不能解虚百毒 不过对付一个宁丹吉休止的毒工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你先将他服了 底尖三百九十七张 可怕的空间风暴 谢谢前辈 叶平儿勉强失了一礼 然后伸出玉手 让那丹药落在掌心之中 香味请人心脾 感觉果然喊了一心 此女心中了大喜 知道此乃解药圣物 看向林轩的目光 更是充满了感激 张开小口 毫不犹豫的 将此丹吞落入腹 一团热力自丹亭中升起 叶平儿冲林轩 大了声歉意 然后闭上双目 就在半空之中 盘膝坐了下来 双手各恰一道发掘 开始烈化药力 一盏茶的时间 很快过去了 正如林轩所说 他拿出来的这粒丹药 虽不能驱除百毒 但化解一宁丹修士的毒功 还是绰绰有余的 很快 叶平儿脸上的黑气 就要浓转淡 最终消失得一点也无 不用说 毒素解除 除了些皮外伤 此女已没有大碍了 深深的呼吸 此女脸上的表情 已撑一喜 冲着林轩掰了下去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小女子被终身谨记 绝不敢有分毫忘怀的 行了 不用多礼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我们另寻一幽静之所 我还有一些话要问你的 是 小女子谨遵前辈吩咐 叶平儿点点头 虽说孤男寡女 但她对林轩 却并没有分毫戒具之色 一来对方曾经两次相救自己 二来这位前辈 修为深不可测 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不动一根手指头 就可以灭杀宁丹七修仙者 换句话说呀 对方如果真想对己不利 根本就没有必要玩什么把戏的 叶平儿可是冰雪聪明的女孩子 表面上不同声色 却已将整件事情的利弊 分析清楚了 雷神将神尸放出 百里之外风景倒是不错 于是 她化为一抹亮丽的惊鸿 向着前方飞去了 叶平儿也不失忆 浑身泪芒大起 随后跟了上去 为了照顾此女的顿数 雷神飞的是很慢的 不过白玉里的距离 还是只用了一顿饭的功夫 此时天色已经全黑了 不过作为修仙者 雷神双眼自然能够在黑暗中事物的 就算身手不见五指 对她也一点影响也无 更何况还有明月当空呢 这是被群山环抱的一团小湖 小湖变翠绿的竹林 让人赏心悦目 虽然不是什么灵脉之所 但隐居在此地 倒是不错的选择 雷神满意地点点头 顿光一脸 便落了下来 叶平尔脸上没有分毫之仪 顿光收敛地跟了上去 这里环境不错 平尔 你是怎么来到天宇十二周的 雷神打亮了一眼身前的少女 心中真的是无比好奇 虽然她是五大修妖者的后裔 但区区宁丹七修仙者 哪有可能得到极品精识 然而出乎林轩意料之外的是 听了她的问题 叶平尔却满脸惊愕的目光中 满是诧异之色 前辈问小女子是怎么来的 难道你不是因为 邀领导遇见空间论流 而被吸入吗 叶平尔一脸不能置信地开口 什么 空间论流 雷神眉头一皱 最后谈了口气 我是因为机缘巧合 一百多年前就来到此处 听你的话 似乎邀领导出了什么变故 雷神声音虽然淡淡的 但还是不难听出 里面还有几分关切之色 连月儿也在天际符里 睁开了双眸 在妖领导的时候 主不二人可是与香儿 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 与那三条尾巴的小妖狐 很是投缘 且不管妖领导发生了什么 那小东西可千万别遇见危险呀 原来如此 叶平尔顶顶顶头 前辈早就离开妖领导 怪不得不知道那可怕的缘故呢 如今妖领导被毁去了一半还多 情况确实不妙到极处 哦 你说说 林雪眼中闪过了一缕异色 缓缓地开口 前辈 情况是这样的 叶平尔 李了李发思 随后在脑海中整理了一下思绪 英唇微起 恭敬而温柔的声音 传入了耳朵里 前辈 想必你也清楚 我们妖领导乃三圣地之一 上面的妖脉数不胜数 但却是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 林先点点头 妖领导他曾经去过 上面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不了解呢 此岛面积说不上是广阔 也就与几个幽州差不多 不属于人界 也不属于灵界 而是在两个界面的夹缝之中漂浮 偶尔会在人界出现 于是 世上也就多出了三圣地的传说 简单地说呢 此岛位于界面的裂缝之中 并且在不停地游动 前辈 一边是大约半年前发生的 幽领导在移动的过程中 不知怎么的竟遇上了空间乱流 而且是规模极大的那种 简直可以能够称之为空间风暴了 叶平儿喃喃的声音传入耳朵 脸上奄奄闪过了后怕之色 林轩听到此处啊 表情同样也有些骇然了 空间风暴 如果换作以前 林轩恐怕还真没有听说过的 但这次在天涯海阁的藏书楼 却从某位祖师的首扎上有提过 众所周知 离合期修心者能够破碎虚空 但这其实是传言有误 或者说以讹传讹 将他们的本事给夸大了 不错 进阶离合以后 确实已经初步触摸到了天地法则 但时间与空间 本就是各种法则中最为寻妙的两种 区区离合 哪有可能掌握呀 离合修士能够破碎虚空 这话不假 但机会只有一次 那是因为从原鹰进阶到离合的时候 天地灵界会自然而然地涌入他们的身体 并压缩 凝结成一颗金丹样的东西 不过 此宝对于修士的法力神通 都没有任何增强的效果 而是像一把钥匙 当离合修士想要飞升灵界的时候 就用本命真云将这颗珠子打破 精纯一极的天地灵气自然会蜂拥而出的 破碎虚空后 大通前往灵界的通道 可惜啊 机会只有这一次 而且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将随之而来的天洁撑过 如果是修魔者 可以选择去古魔剑 不会有天洁的 但摩西观体 一样令人望而却步 其实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天洁固然难以撑过 但也是相对来说 如果能够修炼到离合后期 比如说望亭楼 就有八成以上的把握 平安度过 假如还能再进一步 达到离合期顶峰 只要宝物神通不是太垃圾的话 硬扛天洁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人界灵气过于稀薄了 各种修炼资源也不足 所以进阶离合以后 想要再进阶实在是太困难了 只要修为足够 其实天洁也就不足为虑了 但在飞升的过程之中 还有一更可怕的车轴 空间乱流 想要到达灵界 必须穿越两个界面的通道 一般情况下 不会遇见危险 可凡事没有绝对啊 假如运气不佳 遇见空间乱流 别说离合期修仙者了 就算是动玄期的老怪物 如果遇见大规模的空间乱流 也就是所谓的空间风暴 奔神奇修仙者 来了同样是死路一条的 堵截其老怪物 要看运气如何 有把握撑过的灵界存在 屈指可数 只有散仙或者三大妖王那种级别的高手 空间风暴的恐怖可见一般了 当然 这种几率极小 一般来说 平均两百万年 才会有一次空间风暴的 空间乱流的频率要大一些 得遇见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如果真有哪位 人界老怪物撑过天节 却遇见了空间风暴 不能怨天怨地 只能反省自己人品有问题了 天涯海阁那位祖师的手扎中 对空间风暴也不过是一题 雷轩很诧异 叶平儿一小小的凝单机修饰 为何会知道这样的隐秘 但此时应该深究的 却不是这个问题了 平儿 你是说 邀领导的两个界面游动的过程中 遇见了空间风暴 雷轩差异万分地说 是 前辈 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机率很小 只能说我们邀领导运气不好 很难想象当时那可怕的景象 整个岛屿 不过瞬息的功夫 被空间风暴摧毁一大半了 雨落的修仙者 与妖兽不计其数 即使有侥幸活着的 也都以为自己完了 写身一个小小的凝单机修仙者 更是吓得牧丹口袋 然而 就在这时 天空中却有数个巨大的漩涡出现 叶平儿拍了拍胸口 脸上满是心有余悸之色 天空中出现了漩涡 零旋里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是的 空间漩涡 如果平时进入里面 也是很危险的 然而那个时候 谁还管得了这么多呀 进入漩涡也许还有一条生路 而留在妖领导 铁定会被撕成粉末的 叶平儿喃喃地说 可你刚刚说过 妖领导只是被回去了一半吗 人生眉头一皱 有点不解的开口 晚辈误会了 妾身是说 我进入空间漩涡的时候 妖领导被回去了一半 但风暴并没有结束 小女子的推测若是没有错 我想此时此刻 妖领导应该已经不存在了 那你是说 上面的修仙者与妖兽 全都陨落 无一幸免吗 焦急的声音传入我耳朵 这时 月儿从天津府里出来 她担心三围小雪湖 当然不是了 虽然妖领导已经消失 但当时天空中出现了巨大的漩涡 还有数个 很多同道在千军一霸之际 都与我做了同样的选择 只要运气不错 他们应该都活下来了 底签三百九十八章 旧人旧到底 望着雨林轩并肩而立的美貌少女 叶平儿的翘脸上充满了疑惑 这里明明只有自己和亲辈两人而已 眼前这倾国倾城的少女 从哪里冒出来的 心中疑惑 不过叶平儿却是非常的乖巧 这话说 烦恼即因强出头 惹祸呢 源于多开口 前辈脸上分毫一色也无 这就足够证明 眼前的女子非敌是友 不该问的话 就别开口 于是他低垂伸手 乖乖地回答了问题 而内心深处 却惊骇不已 人前辈甚至不用动手 就能将宁丹七修饰灭除 可眼前女子 所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能与她分庭抗离 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 这里的修仙水平 虽然比妖灵界略胜一筹 但也不过是人界一友 哪里来得如此多高手啊 月儿却没有心情 管眼前的小修仙者在想什么 听了此语 大大的松了口气 去去宁丹七修仙者 逃入空间悬窝 都能够有惊无险地来到此处 香儿可是有他姐姐照顾 百年过去 原科师有八九 已经进阶到了化形后期 保护他妹妹平安 肯定没有问题 林玄的想法也差不多 只不过 他挂槐的人还有一个 那位红灵仙子 存活了百万年的古修仕 是否也平安无事 虽然他追杀过自己 不过事已时宜 如今自己已经接到了离合期 此女自然再也够不成分毫的威胁了 林玄担心他呀 倒不是因为别的员工 而是因为在西月间的时候 自己曾经得到了一块玉符 神秘到极处 可惜一直不知道用途 不过关键时刻呀 却也帮助过自己数次了 而红灵之所以追杀自己 就是因为他所在 玉玄宗掌门人令符 与自己手中的玉符 是一模一样的 此女想要夺走 所以两人才反目成仇 那时候 林玄还未经成功呢 见到此女只能是东躲西走 苏海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既不如别人 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常言道 宁欺老莫欺少 如今自己进阶离合 这猫桌老鼠的游戏 当然就要改变了 雷玄担心红灵安危 是想从他口中得知欲福的用途 如果再遇见此女的话 得乖乖吐露也就罢了 否则 雷玄才不会雷青细语 直接是搜魂大法 想要在修仙界活得逍遥快乐 有时候就是不能太心软的 当然了 这也就是心中想想而已 能否与红灵重逢还是两硕 而且真遇见了 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现在谁又知道呢 林玄脑海中念头转过 清脆悦耳的声音已传入耳朵 少爷 你说我们会再见到香儿吗 这 林玄眉头微皱 他也不敢说呀 毕竟自己只是离合 对于空间法则了解的太少了 叶平二层说 当妖灵岛快要毁灭的一刻 出现在天空中的巨大漩温有数个 那做一个大胆的猜测 每一个漩温通往的地方都是不同的 毕竟人界 可有九个 阴丝界也有两个 何况谁又知道 他们会不会被传送到灵界 甚至是古魔界呢 毕竟空间风暴 可是两百万年一遇的 那发生什么事情 也都不算离谱 仔细想想 这些猜测 这是大有可能的 何况 推一万步说 就算 每一个漩温传送的终点 都是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界面 那又如何 人界可是非常广阔 天云十二周 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偶 别的地方 雷轩并不清楚 至少他晓得 还有七星岛云海存在的 所以不管是红灵仙子 还是森围小雪狐 甚至是原科公主 与他们见面的机会 都是非常渺茫的 当然 凡事没有绝对 关键是看双方 有没有原来 其实 雷轩同样 很想念香儿 那丫头 虽然淘气了一点 但总体来说 却可爱到极处 月儿 我也不清楚啊 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香儿可不是一般的雪狐 她一出生 就拥有三条尾巴了 自质的优异程度 简直看上与灵界妖王相比 卑生对别的修饰很难 但香儿自治太过逆天 只要不是太偷懒 到灵界丝毫没有悬念的 所以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一定能与那小丫头再见的 哦 听林轩这么说 月儿脸上总算露出了笑容 拍了白胸口 表情也变得轻松 仙道艰难 好在修心者 也都有着漫长的收缘 只要有再见面的希望就好 多等一些时间 倒也不用烦恼的 与叶平儿的意外相遇 让林轩了解了 妖领导的消息 心中也感慨不已 不过匆匆百年 谁会想到 昔日的妖族圣地 会毁在可怕的 空间风暴里啊 就仿佛吴定河 阿修罗王的行功 几百万年前 他不也是繁花似锦 美得有如人间心境吗 可是最终却被 灵界大军学习 化为了今天的一片废墟 一时间 人心感慨不已 良久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看向深情 低眉顺目的少女 这么说 你来到云州 前后也不过是 半年的光景吗 是的 叶平儿点点头 乖巧万分地开口 嗯 那倒有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这 叶平儿表情一僵 眼神也变得迷离起来 委屈 惆怅 茫然 各种苦涩 甘甜 万般滋味 涌上心头 在妖领大的时候 他虽然家道中落 也是作为了一个 伞修四处漂泊 但好歹 那是自己出生之所 并没有什么生疏之感的 自从金丹大成之后 日子虽然算不上幸福 但勉强 也可以说的是逍遥自在了 只要小心一些 并不用担心受什么欺辱的 看来到云州之后 情况却又不同了 这里虽然只是人家一友 但若论修炼的水平 却比妖领导要高上树筹 妖领导放眼人妖两族 也只有一名离合其老怪物 可他来到云州不久 就听说这里有什么不大势力 每一个底蕴都深厚无比 拥有传说中的离合其修仙者 尤其是天涯海阁 最近一段时间呢 更是如雷贯耳 听说该派刚刚召告天下 为两名离合其存在 举行了入宗大典 一个宗门 拥有三名离合其 这在妖领岛是无法想象的 禁威之柱 从这一点可以反映出 云州修仙水平高到何等程度 而像这种高手越多的地方呢 固然越容易碰见机缘的 但相对应的也容易遭遇危险 大树底下好成凉 可散修的日子 却比妖领岛还要艰难得多 尤其是自己 又有着天生的魅谷 来到天瑜十二周还不到半年呢 其实他已经数次遇险 有一回 被一个鱼鹰七老怪物 要将其当作顶炉 叶平儿当然是不愿意了 可修仙界谁要与他讲那仁义道德呢 不同意 强强就行了 叶平儿修炼的祖传功法 虽然也寻妙到极处 但一刚刚凝结的金丹修时 怎么可能与鱼鹰七老怪物抗衡呢 眼看就要被对方给捉住 也是他红韵当头 那老怪物的仇家道的 而且是不共戴天的那种 小鹿相逢 两名鱼鹰羞始 打得是无以乐乎 叶平儿总算是机缘巧合 逃出生天来 还有这一次 若不是林秦辈出手相助 自己恐怕同样落在了三名邪羞的手中 生不如死是最好的形容 想一想这些个经历 叶平儿就后怕不已 别的宁丹七散修只要小心一些 就可以在天云十二周快乐地生活下去 可自己天生魅骨 如果找不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 好运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有 自己总有一天会万劫不复 叶平儿不是没有想过加入一个宗文家族的 可自己人生地不熟 一个不好同样是送羊入湖口 被那些个文派的修士当作顶路的 美色惹祸 若无十足把握 他可不敢随意去找靠山的 唯一的希望就是天涯海阁 听说那个文派全都是女子来着 自然不会担心有人会对自己心存恶意的 可作为云州五大势力之一 天涯海阁又岂是那么容易加入进去的 虽然叶平儿对自己的资质信心十足 可他毕竟是一名修妖者呀 天涯海阁会收下自己吗 怎么看都觉得前途坎坷 未来究竟应该如何 叶平儿自己 其实也没有想到什么好主意来的 蕾上满是迷茫之色 不过此女是非常聪明的 她一起伸手 与林轩目光相处 心思顿时活奔起来 林前辈开口相寻 可不一定就是普通的关心了 也许另有什么深意也说不定 此女大也没有想过林轩要对自己不利 毕竟对方已经两次救过自己 真有什么不良企图 又何须等到现在呢 与世俗不同啊 修仙界尊重的是强者 帅哥并不吃香的 任轩虽然长相普通一击 但他的实力 却是容易让女修放心安徐 只要不当做顶炉 这位林前辈 纳自己为妾 叶平儿也是千恳万恳的 想到这里 叶平儿脸上一丝红韵生喜 当然 林轩是完全没有注意到的 他又不是好色之徒 非分之想是一点也没有的 只不过如今紧接到了离合 见到故人当然不好意思 袖手而去啊 这话说 旧人就到底 送佛送到西 而林轩做事情的习惯 最讨厌呢 那半途而废了 何况眼前的女子 确实可怜啊 便想着 为她指一条名路 小女子 小女子在云州人生地不熟 孤苦无忆 还请前辈指点迷惊 大恩大德 妾身一定会铭记的 叶平儿连日一礼 恭敬之中 却隐隐带着几分 羞怯之意 顶先三百九十九章 震撼之离合期休士 倒有严重了 然而吧 此就在云州 确实步步荆棘 而林某正好是 白轩阁的太上长老 你我两侧相见 也算是有缘 姑娘若是不弃 就与我一起回白轩阁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林某和颜悦色地开口了 原来是推荐自己 加入尊门家族 叶平儿眼中 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 不过很快就隐藏起来 他对林某并无怨对之意 毕竟从头到尾 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对方一个深不可测的大高手 又怎么可能看得起 自己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 天生魅骨对别人或许是诱惑 但眼前的林先前辈眼神 都一直很清澈 与他并肩而立的少女 有着倾国倾城之貌 修为也高深无比 两人才是 郎才女貌的神仙眷侣 叶平儿心中他的口气 在脸上却恭敬欢喜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有林前辈照顾自己 相信进了白宣阁 应该也不会受人欺负的 只是心中有些疑惑了 白宣阁怎么从来也未曾听说过呢 自己虽然到了云州不久 但按理说 拥有林前辈这样的大高手 该派的实力绝对不会晓得 除了疑惑还是疑惑 不过这个问题 他却不好出口相寻的 毕竟以此女的聪明 又岂会不懂得人情世故 如果自己当面说 从没有听说过白宣阁 那简直太失礼了 说不定还会惹得眼前的高人发火 他就算是不惩罚自己 仅仅的是拂袖而去 自己也追悔莫及啊 衡量力弊 此女当然不会不知轻重缓急 脸上露出了盈盈的笑意 宠着林轩身世一理 拼儿谨遵前辈吩咐 能够加入白宣阁 是我三世修来的心服 起来吧 林轩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却有些无语了 好嘴甜的丫头啊 拍马屁不着痕迹 到与五云二日相似一击 其实林轩安排此女加入白宣阁 一来确实是看她孤苦无依 存了顺手帮帮故人的心理 二来 上次在邀灵岛相见 此女还仅仅是灵动期的低阶地死 短短百年过去 就成了宁端期的高阶修士 虽然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奇遇 但资质也绝对优异一击 而且平日里非常的用功努力 毕竟修行之路 机缘 资质 努力缺一不可 叶平尔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未来只要稍加打磨 成为云英奇修行者 是大有可能的 让他加入白宣阁 对本门同时有莫大的好处 雷神这么聪明的人呐 做事情又怎么会吃亏呢 这件事情是合则两立 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心中如此想着呀 目光早过 就发现叶平尔目光闪烁 似乎有什么事情想说 又不敢开口 平尔 既然加入白宣阁 那我们也就不是外人了 有事情尽管开口 不用这样吞吞吐吐的 与童间修士相比 临旋时一点架子也无 摸了摸鼻子 和颜悦色地开口的 前辈 平尔想问一句 您神通如此惊世骇俗 可是原因后期的大修仙者 叶平尔的声音 有些激动 他虽然侥幸 简单成功 但距离原因后期 依旧是渴望而不可及 那种等级的存在 平时是没有什么机会 能够见到的 临旋听了此言 嘴角边却 流露出了几分笑意 原因后期 我已经不是了 已经不是 少女一呆 不由得 难难重复了起来 但很快 她的脸色就一下子狂变 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双眼 目光中满是骇人 不是原因后期 短短的一句 却包含着令人震撼的消息 以前是大修仙者 可现在不是了 有两种可能 一是境界掉落 可看临旋的神色器语 表面上虽然淡淡的 但内里却充满了自得 那肯定不是这样悲惨的结果呀 那剩下的一种可能 就是她近期突破 迈过云鹰 成为离合期修仙者 叶平尔 修为虽然不高 但走南闯北 大场面也见过不少 此时此刻 却仿佛雷轰顶一般 震撼得说不出来话 要知道放眼妖领导 离合期存在 也仅仅只有一个人 而且还仅仅是传说 至少自己这种等级的修仙者 肯定是无缘见到的 来到了天云十二周以后 这里的离合修士 倒是稍多 不过是同样听说 没有亲眼目睹 是真是假 谁又清楚啊 至少对于天涯海阁 拥有三名离合期修士的传闻 叶平尔表面不说 内心深处却是嗤之以鼻的 明显是吹牛 怎么可能呢 不相信有这样的存在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在人界想要进阶离合 难道了怎样的地步 可眼前 却有一人对自己说 他是离合期修仙者 可想而知 叶平尔惊骇到何种程度 不过他却并没有怀疑 林轩吹牛 有时候 女孩子看人的眼光很毒 虽然严格来说 这才是两人的第三次见面 可叶平尔却肯定 林轩不是那种喜欢 虚言浮夸的人物 而想想他 灭杀猛山三雄 连手指头都没有动 那刀光也是凭空出现的 如此神妙的秘术 大修士恐怕真使不出来的 宁击至此 叶平尔越发的信脸 脸色变幻不已 疑惑 震惊 狂喜 当然 崇拜的成分更多 方言人界 有几名修士有机缘 进到离合呀 自己刚刚说是 三世修来的心服 没想到 一语成衬 真是出门与贵人相遇 对方与仙祖是一个等级 人界至高的离合起 叶平尔又惊又喜 但很快 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向一侧转过头去 那 这位仙子 他的目光在 月儿的翘脸上扫过 但很快就低下了头颅 真让有些太不静了 虽然 他修为太低 月儿也将 灵力波动收敛 但所展现出来的气势 依旧能与林人 奔停抗礼 于是 叶平尔想到了 一个令人惊骇的事实 难道这位倾国倾城的女子 同样也是离合妻 不错 月儿是我的爱妻 静姐与我 也是一样的 林轩的声音传入耳朵 她并无隐瞒之意 而之所以这样坦诚 也是另有深意的 这话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自己与叶平尔 毕竟只见过三次面而已 虽然对此女印象不错 她也确实不像什么 万福一之徒 但人心难测 谁又敢肯定呢 林轩是想要发展壮大 拜寻阁 可不想一时走眼 而引狼入室 将自己与月儿的境界告知呢 一方面 既显得坦诚 容易让此女归心 二来也是一种震慑 告诉她 拜宣阁是有高手的 此女若是心怀不轨 肯定就不会加入 林轩做事情 深毛远虑 她能够有今日的成就 智慧也是功不可没的 这仙子 也是离合 尽管心中有猜测 但听林轩轻口说出 叶平儿还是快晕倒了 感觉心跳好快 出门居然能够见到两个离合 这种事情说出去 也没有人相信的 一时间呢 她目瞪口呆 懦懦地说不出来话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叶平儿才勉强恢复 又惊又喜得冲 二人败下去了 平儿刚才太放肆了 跟两位师祖敬礼 既然加入拜宣阁 叫师祖也没什么错 然而 月儿脸上却露出了一丝 古怪之色 皱了皱 羞气可爱的鼻子 自己还那么年轻 被人叫做师祖 真是太不习惯了 包括 备份摆在那儿啊 小丫头也只能自己郁闷而已 哎 修为太高也有错 很容易被人叫老了 叶平儿此时 心中真是欢喜一击啊 白宣阁 不知道是怎样的强大实力 居然有两位离合妻存在 加入进去 前途无量 要知道 他能结单成功 固然资质不错 但也是因为机缘巧合 服食了一些仙果 可这样的运气 可遇而不可求 作为散修 没有门派帮助 想要进阶 云英太难了 而门派越强 太上长老的实力越高 不用说 帮助肯定是更大的 如果能够得到 又不傻 怎么可能不会归心呢 好了好了 不用多理 只要你以后 修行努力 对本门忠心耿耿 本尊不是刻薄的人物 自然不会亏待你的 如果立下大功 栽培你 结应成功 也不是不可能的 林玄微笑的声音 传入耳朵 一语便将少女心中的 打算领破 当然此时此刻 要摆出几分 长辈架子来了 谢谢师祖 知恩图报乃是 叶家的门方 平儿既加入拜宣阁 就没有后悔一说 绝对会用心做事的 叶平儿盈盈一服 也十分乖巧的开口了 啊 我相信你 起来吧 不用多理 雷轩抬手虚拂 神色和善的开口 叶平儿心中暗暗的惊奇啊 据他所知 那些老怪物 一个两个脾气 都是古怪无比 特别是对着 他们这些个 低阶修士之时 更是 一指气使 老气横秋的 甚至 同一个门派的修士 师祖对着低阶弟子 也是稍不如意 就会马上中罚 而眼前的两位 师祖 他们可不是原因 而是传说中的离合 却和善到了 这个程度 第千四百章 见风使舵 九陵山位于云州以西 严民万里 九陵脉品质来说 虽谈不上令人羡慕 但地理位置 却十分重要的 他东临淮河 王北与妖族 也有接壤之处 向东 正好延伸到了云州腹地 那里有玉陵宗 立魂谷 以及黎耀公等 数个超级势力 简单的说 就是位于阴侯耀冲 乃兵家必争之地 可惜 修仙者可不看重这些的 所以九陵山 一直就是被一个 不大的门派 徐颖宗所占据 像这种拥有 数千修仙者的门派 放野云州呢 虽不能说是都如牛毛 但也数不胜数呢 没有丝毫起耳之处 所以百余年前 徐颖宗被拜宣阁所灭 就如同在大海中 投下了一枚石子 些许波兰 丝毫也不引人注目的 何况 云州虽风起云涌 人们关注的乃是 万佛宗 立魂谷 与天涯海阁的争斗 些许小势力的 起起伏伏 在修仙界是 再正常不过 谁会放在眼中呢 而俗话说 天意难测 这世间的事情 同样是很难预料到的 百逊阁在幽州市霸主 然而放在云州 却丝毫没有起耳之处的 别说大子宗门家族呢 就是那些个 二三流的势力 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头 然而不久前呢 天涯海阁的一份诏书 却让整个修仙界 为之侧目了 卢阴仙子宣布 与拜宣阁结为同盟 并非富属 而是攻守相护的那种 也就是说 双方在地位上平等的 这个消息一出 整个修仙界都是 为之惊恶 天涯海阁是什么 云州五大势力之一 传承至上古 高手数不成数 百年间迎州到一役 更是打出了威风 如果是 松丰书院与其结盟 大家倒觉得 没什么奇怪之处的 可换成 名不见经传的拜君阁 着实地让人惊恶 这其中究竟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呢 然而 好奇归好奇啊 对绝大多数门派来说 也不过是 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毕竟 有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利益 只是对拜宣阁 好运羡慕不已 其实 不要说其余的修仙者了 就是拜宣阁自己的修饰 绝大部分 也是云里雾里的 觉得整件事情 太过不可思议 天上 居然还会掉下柳 但不过如何吧 此刻的拜宣阁 士气可是高涨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天涯海阁 与本派结盟 即使在高手如云的云州 也同样可以横着走 而这一日 在九陵山把守山门的两名弟子 就满脸兴奋之色 口莫横飞的正聊着什么 嗨 律师兄 听说雷沙门的宗主 昨天带着八个长老亲自来我九陵山 拜门道谢 哎呀 这件事可是真的 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弟子 没清不秀 满脸痛红的开口 看得出情绪非常激动 没想到你小子消息倒也是灵通嘛 嗯 不错 昨天雷沙门 确实来拜访过阁主 我听说当职的弟子说呀 对方客气到极处 还赠予了本派不少礼物呢 接口之人年纪要稍大一些 已经有四十岁左右年纪 真穿道袍 满脸正气 看上去似乎挺不错的样子 两人年龄迥异 不过修为倒是差不多的 那年惊人是筑基初期的修士 大些的呢 也不过是中期而已 哦 我开始还以为是鹅传鹅呢 听了吕师兄这么一说 才知道事情竟然是真的 哼 谁阵子雷沙门 一直对本派有所启托 还派人攻打过一次 我们九陵山总舵 如果不是 有精卫炮和傀儡队 也许本门呢 已经被他们给灭掉了 如今他们听说 天涯海阁与我们联盟 就立马跑过来是好 各主应该不答应 好好难为他们一下的 那年轻修士双拳紧握 没飞四五地开口了 哎 李师弟啊 你太年轻了 听了同伴的言语 倒是叹了口气 师兄 这话何意 李星修士摸了摸鼻子 一脸的差异 修仙之路 步步经极 难道你不懂得 见好就收得道理吗 对方松主与八大长老 登门道歉 又赠予重礼 既给了万派面子 又给了礼子 俗话说 凡是要留三分余地 你当他们雷煞门 是好欺负的 他们虽然远远比不上五大势力 但也是从上古传承下来的 底蕴深厚无比 宗主是援映后期的大修士 八大长老也是中期 听说还有十余名初期的小长老 如此规模呢 在云州也算得上是一流的门派了 上次没有攻下本门总舵 乃是拖了护派大阵 与惊威炮傀儡的福 对方实力远不是本派能够相比的 如今愿意握手言和 那是本门求之不得的 你还想为难人家 就不怕欺人太震 然后鸡飞蛋打了 要知道兔子急了 还会咬人呢 这雷煞门 可不是什么好相遇的 吕欣修士浑浑地说出了这番言语 此人倒是显得稳重一击 师兄此言诧异 我知道雷煞门的实力不弱 但本门与天涯海阁结盟 难道还怕他们吗 年轻人摇了摇头 一脸的不以为然之色 所以我说你太过天真年轻了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透着诡异 说句不尽的话 三位阁主也仅仅是宁丹吉 在天涯海阁这种超级势力的眼里 根本就不值一提 对方为什么与我们结盟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你可有想过吗 吕欣修士发人深省地开口了 诶 这 年轻人张口结舌 他这个年纪啊 最是热血冲动 光顾着兴奋来着 哪想那么多呀 诶 会不会与太上长老有关系呢 沉默了一会儿 他才喃喃地开口了 太上长老 吕欣修士一惊 他自治不行 却年长许多 百年前就加入了天涯海阁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小的灵动期修仙者 就灵山一役也参与了 那时候本门中了奸计 已陷入了轻浮的危机 是太上长老如天神降临 举手投赎 灭杀了几名约英旗老贵物 才将战局扭转过来 整个百姓格都对太上长老 净若神明 然而他的身份太过神秘 知道的几乎 仅有几位阁主而已 甚至要传言 高高在上的两位阁主 不过是他的侍女 当然 这种说法太荒谬 吕欣修士向来是嗤之以鼻的 不过 太上长老确实了不起 百年前就已经是原影后期了 会不会因为他的缘故 所以天涯海阁才与 不对 吕欣修士压了压头 这种解释乍一听有理 可仔细想想 却是完全说不通的 后期修仙者放到别的宗门家族 或许了得 可天涯海阁那种超级顺利 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的 在如烟心子看来 大修仙者也不过是楼仪 那与本门结盟 或是因为什么缘故呢 吕欣修士 越想越觉得迷惑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他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了几分自嘲之色 自己想那么多干什么 虽然自己也是白云阁的一份子 但也只是区区的 筑机修士 这些事情 根本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 脑海中念头转过 他的脸上恢复了轻松之色 只要把守住山门就好了 抬起头 正想开口 却忽然张口结舌 脸上满是吃惊之色 瞪大了引住 吕欣修士 律师兄 怎么了 年轻人一待 也连忙向左侧转过头来 两道要目的顿光映入眼帘 一道青色 一道红色 看那飞顿的方向 目标正是本门的总舵 那红色灯光 倒也罢了 青色灯光 虽然没有什么灵气外露 但一股可怕的灵压 却自然而然地释放而出 仅仅是看上一眼 两名修士 就觉得头皮发麻 这种感觉 从来不曾有过 宁丹七修士 显然是不能带给他们的 难道是 云英七高手吗 对方来这里做什么 防游 还是与本门有仇 心中惊愕 但作为把守山门的指使弟子 两人可丝毫也不敢怠门什么 年轻人惊慌失措 但那旅行修士 却要沉稳得多了 仰手便发出了一道传言符 不管对方是敌是友 先通知门内戒备再说 两道惊鸿很快 如长津西水一般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面前 灯光收敛 显出了一男一女 两名年轻人 那少年容貌平凡 似乎丢进人堆里也不起眼 女子则清秀一极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美女 尤其是她浑身上下 更透出了一股说不清 道不明的妩媚之意 天生媚古 有了这气质 让她的美丽 突然提升了好几个等级 拥有可怕的吸引力 不管是那年轻人呢 还是旅行修士 都忙低下头颅 不敢多看 此女可是宁丹齐修仙者 两人生怕一不小心 冒犯将她给惹火了 不过在低头的一刹那 两人发现此女低眉顺目 以赴为那少年 马首是瞻的样子 人不可冒险 海水不可斗粮 不用说 这男子的修为 还要更高一些的 十有八九 真是约英修士 给前辈尽礼 不知道前辈 嫁连我拜宣阁 可是有什么要事 那旅行修士 盲抱权身识一礼 脸上满是恭敬之意 年轻人反应过来 也盲居身下拜 雷轩却没有开口 而是将神识放出 距离上次离开 已是百年之久 不过警务依旧 就不知道几个丫头 如今怎么样了 雷轩不开口 叶平尔自然也乖乖地 保持沉默 两个守山门的弟子一呆 脸色都有些难看起来 而就在这时 又有几道顿光映入眼帘 就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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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道顿光映入眼帘